第五百六十一章 雪地八裂 场中白城那猛然间变得极其血红的脸庞 也是引起了看台上众人的注意 当下一道道目光都是变得惊恶 窃窃思雨也是随之响起 萧嫣眉头微微照了照 他能够感受到白城那突然间变得强横许多的气势 并且翻腾在其身体上的斗气 明显也是在这一刻变得强猛了一倍之多 秘法 没想到这家伙也稀有秘法 不过这增幅比起天火三巡变确实要差了好多 看这般斗气强度 似乎也就仅仅只能提升一星实力吧 并且看其脸色 明显是催动雪月沸腾而障动的力量 这般做法可是秘法之中较低的一种了 萧嫣低声喃喃道 一般来说秘法之中也分有高低之分 类似他这种激发异火能量而增加己身实力 能够算的是上乘 而类似白城这种 催动雪月而介于力量却是落了下乘 甚至一些稍微狠毒的秘法 还会对使用者留下难以抹出的伤害 不过不管是上乘还是下乘 秘法始终都是极为稀罕之物 在关键时刻它能够起到决定性般的作用 更甚者还能够主宰一场战斗的胜负之分 脸色血液翻腾 片刻后白城缓缓抬起那对被血色笼罩的眼睛 阴森森的盯着对面的硝烟 手掌紧握长枪 掺扎着些许血色的淡黄色斗气 顺着手臂蔓延而下 将整个长枪都是包裹了其中 一丝丝血色能量在其上游走不定 犹如一条条极为细小的血蛇一般 长枪上台 遥遥指向对面的硝烟 感受着体内流软不停的雄厚能量 白城嘴角不由得咧起一抹猙獰笑容 小声沙哑如同刀剑划过玻璃般 令人耳膜刺疼 被白城长枪锁定 硝烟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身为当事人 他能够最清楚地感觉到 前者此刻与先前的不同 这种秘法似乎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心头闪过一道念头 硝烟那紧紧盯着白城的眼瞳猛然一缩 脚掌下银色光芒极速闪现 而随着银光闪躲 硝烟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就在硝烟身形消失的刹那 一道被雪黄光芒所包裹的人影 犹如鬼魅一般的闪躲而至 雪色长枪如同一抹雪红闪电一般 无声无息地出现 最后猛然洞穿硝烟线在所站立的一块地板 场中突然间爆发的战斗 仅仅是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除了少数人之外 其余大部分人都只能看见场中 一闪便是的人影 最后便是骤人出现的雪色长枪 好快 看台上不少人都是在此刻咽了个唾沫 惊异的喃喃道 他们清楚 先前白城那道宛如鬼魅般的攻击 换作他们的话 恐怕只有在枪体被长枪洞穿之后 方才能够觉察吧 血色长枪锁落地十米之外 硝烟身形浮现 脸庞略带着一分怪异的望着那手持血色长枪 出现在自己先前所停留之地的白城 在使用出那种秘法之后 它似乎不仅实力提升了许多 甚至是连速度都是随之暴涨 先前的那一击 若非自己是有着三千雷洞这般身法倒计的话 想要躲避 绝不会如此轻松 一击落空 白城阴冷地抬起眼来 望着不远处的硝烟 手臂猛地一抖 顿时 长枪以一个极快的速度震动而起 枪尖一跳 那被冻穿的石板便是脱离地面 带着些许碎石对着硝烟旋转着暴涉而去 眼眸微眯 硝烟后退了一小步 手中重齿高举过头 玄机立披而下 一道无形进风在池顶成形 瞬间后离齿而出 将那块飞射而来的石板 阵列得四分五裂 淡灰的石灰粉缓缓洒落 石粉洒落间一道血红猛然浮现 血色长枪在刹那间 舞动出朵朵血色枪花 每一道枪花都蕴含着灵力的杀机 直指硝烟身体各处的要害 感受着几乎遍及身体各处的灵力枪芒 硝烟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手中重齿挥动轨迹再次一变 原本大力的劈砍 顿时化为一股源源不断的缠绵劲道 与那一朵朵枪芒重重接触 金铁绳交响间火花似箭 不过这一次 每当成枪与众齿接触间 硝烟脚步便是会急速后退 并且随着其脚掌落下在坚硬的地板上 也是蔓延开丝丝细小裂缝 砰的一声 又一次枪齿交锋 硝烟脚掌猛然狠狠跺下 落脚处地板彻底崩裂 众齿之上一道青色火焰闪腾而上 最后被众齿所携带 夹杂着硝烟全力已击 重重地对着面前 铺天盖地的血色枪芒爆砸而去 又一次的碰撞 硝烟终于未在被禁忌震得后退 那缕青色火焰 有如鱼头掏铁般 凡是与之接触的血色枪芒 都会在青色之间被吞噬殆尽 在青色火焰的协助之下 众齿几乎是催枯拉朽一般的 摧毁了面前铺天盖地的血色枪芒 而随着血色枪芒被破 那隐藏在其后的一道血影 便是出现在了消炎目光之中 四目在能量消失间对视 皆是蕴含着冰冷与沙翼 雪地巴裂 阴冷的鹤声猛然自白城喉咙中传出 而随着其声音的落下 那张原本被血色所充斥的脸庞 刹那间便是变得苍白了起来 不过其手中成枪 却是在此刻彻底地转化为一柄 被浓郁血色能量所包裹的血枪 一丝丝血腥味道从枪芯之上蔓延而出 令闻者作呕 长枪之上 雪红光芒在此刻内敛得可怕 阴沉血腥经之渲染得 如同血液凝固而成一般 手臂猛然颤抖 最后枪尖之处 雪红光芒在看台上 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暴涌而出 八道组有半尺巨大的血色光弧 各自以一个极为奇异的路线暴射而出 若是仔细看的话 则是会发现 这八道血色光弧竟然是正好隐隐构成了一个牢笼形态 将被攻击者的退路尽数包裹 八道血色光弧带着呼啸风声滑过场地 沿途所过之处 坚硬地板上直接出现了八道仗取宽敞的深深勾曲 碎石四射灰尘弥漫 原本整洁的站台在此刻被破坏的一片狼藉 灰尘不断地生腾 仅仅眨眼时间 便是将硝烟所在的方位彻底包裹 而那八道血色光弧 也几乎是在同时带着灵力的杀意 狠狠地暴射向其中 八道血狐射进硝烟所在的地索 顿时间宛如惊雷般的乍响 在场地中轰然响彻而起 无数碎石从灰尘中暴尸而出 建设到四方的看台上 引起一片混乱 血狐的攻势极为强悍 那份破坏力也是令得众人极为惊讶 这等攻势就算是普通的七星斗师 抵挡起来怕也是有些棘手吧 没想到在使用了秘法之后 白城的攻击力竟然能够强悍到这般地步 高台上 一道的目光皆是带着几分诧异的 望着场中那声势惊人的八道血色光弧 这种强度的攻击 就算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怕也是有些难以应付 白城的地血巴裂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看来那家伙要倒霉了 高台一触 一脸阴柔的姚圣 瞥着场中血色光弧 冷笑道 最好当场被杀 一旁的柳飞 脸颊上也是浮泻一抹幸灾乐祸 颇有些恶毒的诅咒道 柳晴梅头皱了皱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被灰尘弥漫的场中 片刻后却是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 你们太小看消炎了 不知为何 我总是感觉到他有种难以捉摸的感觉 这次的大赛 我的对手除了林修衙之外 恐怕还会多个消炎 身旁两人文言顿时一脸恶然 他们没想到柳晴对萧炎的评价竟然如此之高 柳飞嘟囔了几句 很是不愿意自己讨厌的人被柳成如此看重 可因为后者的威望 倒也是不敢质疑他的话 只得在心中不断地诅咒着萧炎被打败打残 似乎没反应 难道 炎昊皱了皱眉头 目光紧盯着萧炎所在的灰尘地带 那八道雪狐攻击的确极为强横 落实一个不慎 萧炎说不定还真是会被重伤 韩月握着栏杆的亲手微微紧了紧 美眸也是眨也不眨地盯着场地中 施展出雪地八裂的白城几乎已经是强弩之末 若是萧炎能够扛下这把攻击 那么胜利绝对是属于他的 但若是不能的话 林修衙眼眸须眯 片刻后却是突然一笑轻声道 这个家伙果然底牌不少啊 随着林修衙的话语落下 场中弥漫灰尘终于是逐渐淡去 最后在无数道目光的主视下 灰尘中隐隐地出现了一道人影 白城手持成枪地站在原地 脸色惨白如白纸 他的秘法无论是持久的时间还是其他 都是比不上萧炎的天火三巡变 所以在施展出最强的斗体之后 他是彻底地失去了战斗力 此刻他也只能祈祷自己的攻击 能够将萧炎彻底击败 不过他的愿望在灰尘中隐隐出现的人影时 终于是轰然破裂 特别是当那道人影还踏着低沉的步伐声 缓步走出时 其心也是越来越沉 一抹绝望浮现脸庞 在看台上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人影缓步踏出灰尘弥漫区域 顿时整个广场的温度 都是在此刻变得炙热了起来 而当众人瞧得出现的人影 那幅奇异模样时 一抹惊恶也是随之浮上 灰尘弥漫之中 一道人影缓步走出 显眼的青色火焰率先出现 异样的炙热笼罩着广场 出现的人影几乎全身都被包裹在青色火焰之中 仔细看去 甚至连其中人影的确切脸旁都是看之不清 不过看那模糊体型 依然是能够分辨出火焰之中 便是硝烟 此时的青色火焰比以往硝烟施展的任何一次都要浓语与凶猛 火焰翻腾 若是眼神毒辣之辈啊 则是能够发现 此时的青色火焰似乎在硝烟身体上 凝结出了一套极为坚固的青色火焰盔甲一般 任何攻击似乎都是将会在那极为炙热的高温下化为无形 火焰盔甲巨人踏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走出弥漫的灰尘 空间都是顺着其步伐的移动 而逐渐变得扭曲了起来 望着那出现在视线之中的青火盔甲巨人 满场寂静 虽然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此刻硝烟的气势却比心情强上不少 而且即使是相隔甚远 可看台上的众人啊 依然是能够感觉到一股热浪席卷而来 难以想象若是与那火焰正面对创 将会面临何等炙热的高温 这就是那个小家伙的异伙吗 裁判席上苏清苍老的眼睛中 光芒闪烁 半晒后方才惊讶的难难道 不过没想到凭他这般年纪便是居然能够把一伙 操控到这般精纯地步 当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异伙虽然罕见 不过以苏清的见识阅历自然是对他颇为了解 因此他也是极为清楚异伙是何等的霸道不驯 想要将之驯服几乎难如登天 并且就算驯服之后 想要将之控制的如意指挥 那也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 甚至一个弄不好啊 还会被其反噬 而硝烟此刻所展现出来的火焰 明显是将火焰压缩到一个极致 最后将之由火焰压缩成实质铠甲之状 这种方式可是对操控能力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他没想到 以硝烟这种年龄 居然便是能够办到这种事情 苏千也曾经结交过不少炼药师 但是这些炼药术皆是不凡的人 虽然他们所使用的火焰也都是来历不凡 但与真正的异火比起来 却是差了许多 并且在火焰的操控程度上 也并未超过硝烟多少 要知道异火的操控 可比其他火焰要难上十倍以上 更何况那些人 大多都是在大陆颇为有名气的炼药大师 而硝烟虽然天赋不错 可此时啊 却不过只是寻常的无名小子而已 火焰凝甲 这在炼药系那独特的控火之际中 也是能够算作颇为高深的控火方式 这东西对于火焰的操控苛刻程度 足以令得大多炼药师望尘莫及 当然 这火焰凝甲也并不是什么硝烟突然灵光乍现领悟而出 这只是一个颇为简单的道理 和大斗师的斗气铠甲一般 只不过 这火焰凝聚出来的盔甲 其坚固程度 大多都是取决于施展者对火焰的操控力 以及火焰本源的强度而已 操控力 这对硝烟来说 因为有着连要老都惊叹的强横灵魂力量的缘故 自然不成问题 而火焰本源嘛 还有什么火焰比一火更加凶悍的 因此 这由青莲地心火凝固而成的火焰盔甲的防御力 恐怕会达到一个颇为恐怖的地步 高台上 林修雅柳晴等人皆是满脸惊愕的望着 场中轻火盔甲巨人 在这一刻 即使是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都是感到有些棘手 那覆盖在盔甲之上的轻火 无疑是一种极为恐怖的火焰 虽然未曾亲自接触 可他们依然能够感应到 若是被这东西沾上 恐怕将会有着巨大的麻烦 既然不能与之接触 仅仅是施染斗气攻击的话 怕是对于这犹如龟壳一般的盔甲 也是难以取得多大的效果吧 这从刚才白城施染出 如此强横的雪地巴裂 都未能使得盔甲出现多大的损伤 便是能够瞧出 这东西 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防御力 毫不客气地说 因为有了这个 既不能直接触碰 防御力又恐怖的 轻火盔甲之后 硝烟的战力 立刻飙升了不少 因此 面对着这种坚固防守 就是柳青等人 也是短时间内 想不出应付之法 在满场陷入寂静时 场中的轻火盔甲巨人 却是突然微微一颤 旋起火焰 缓缓地收敛而尽 而那隐藏在火焰之下的 青色盔甲 也是急速变得淡化 片刻之后便是完全消失 而在其中的硝烟 也是再度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此刻的硝烟 衣衫略有些破烂 脸庞也是一片苍白 不过 那漆黑毛子中 却是布满着难以掩饰的惊喜 先前仅仅只是随意而为 没想到他竟然还能真的将青年地心火压缩成盔甲形式 并且这青火盔甲的防御力 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东西对于他来说 几乎是有种绝对防御的特效 只不过这凝聚火焰盔甲 对于斗气以及灵魂力量的消耗 却并非是一个小数目 以硝烟如今的实力 尚且还仅仅只能坚持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从此可知 这火焰盔甲 简直就是一个吞噬斗气和灵魂力量的无底洞 不过 总算是意外之喜 关键时刻 应该能取得保命的奇效 苍白的脸色略微浮现一抹满足笑意 硝烟缓缓抬起头来 望着对面手持长枪 一脸惨白的白橙 笑容逐渐变冷 手中玄重池猛然紧握 先前的那一击 他能够确实的感觉到 对方是真正的下杀手了 虽说就算凝聚不出火焰铠甲 他也能够在最后一刻 施染三千雷洞躲避攻击 但这家伙的杀心 却是令得硝烟脸色彻底的阴冷了下来 四月时觉察到硝烟脸庞上的阴冷 白橙嘴角抽出了几下 调动着体内为数不多的抖气 一对目光依然恶毒而狠辣 硝烟体内斗气顺着功法路线急速运转 最后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周围天地间的能量 如今焚觉虽然仅仅只是玄阶中极 但是那对能量的吸纳乃至斗气的造成速度 就是连玄阶高级的功法也是要差之一筹 而且在配合着清零地心火的提炼 硝烟体内斗气的恢复速度同阶别之中 若不是差距太大的缘故 恐怕无人能够在这点比上它 随着两人的再度对峙 场中气氛再度变得紧绷 以及剑拔弩张起来 滴滴的吼声从白城喉咙中传出 眼睛之中血红残留 手掌紧握长枪 瞬间后身体微微前倾 手掌猛然间狠狠地握在枪柄之上 顿时血色长枪如同夕阳下的一道血盲 划破空间 带着尖锐的破风声响 直接对着硝烟脑袋爆射而去 血色长枪在漆黑眼瞳之中急速放大 而就在即将进入硝烟周身十米范围时 厚着猛的一朵地面 顿时一朵颜色颇为深沉的青色火焰 从褶间爆射而出 轻火速度并不快 不过其威力却是让人一脸惊骇 血色枪间刚刚与之对碰 众人便是亲眼瞧见 金刚所制的枪间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化为铁水 呲呲地掉落下地 将地板上留下一个个细小的凹槽 枪间化为铁水 紧接着是枪杆 最后是枪柄 于是一柄金刚所制的长枪 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一朵不太起眼的青色火焰 分烧成了一滩铁水 这一幕令得不少人遍体生寒 这若是被人撞上去了 岂不是连灰剑都不会留下 呆滞的望着那距离硝烟脸庞 仅仅只有不到三米距离时 便是彻底化为铁水的长枪 白城身形顿时 有些摇摇欲坠了起来 所有的手段都已经施然待见 可对面那个混蛋 却依然未倒下 眼睛死死地盯着消炎 当白城突然发现后者眼神 阴冷如冰 并且杀意满意识 浑身皮肤突然泛起细小的小点 一股恐惧再度从内心深处蔓延而出 这个混蛋想杀我 心中闪过一道惊骇的念头 白城急忙就与举手 大声呼喊认输 然而就在其手臂 微微有所动作的刹那 硝烟脚掌轻轻一跺 低沉的雷鸣声在广场中响起 旋即众人便是觉察到 眼中阴亡闪夺 最后一道黑色人影 便已经出现在了白城面前 既然你想杀我 那么我也礼上往来吧 望着那近在直视的恐惧面孔 硝烟咧嘴一笑 一抹猙獰 倒射在白城那眼瞳之中 犹如恶魔 身形骤然停滞 硝烟整个身体都是离地半寸 身体在半空中呈旋转之状 五指紧握 借助着身体旋转之力 带着低沉的阴暴之声猛然轰出 八级崩 阴冷的鹤声令得白城身体瞬间僵硬 眼瞳之中被凶悍无比的进气所包裹的拳头急速放大 砰的一声 低沉的门声突然响起 满场观看者望着那犹如沙包一般 在坚硬的地板上 搓出一道长达几十米的浅浅痕迹 最后直接搓出战场 撞在一束墙壁上不知死活的白城 再转头望向那保持着挥拳姿势的黑袍青年 一股寒也不由得从骨子里渗透出来 在坚硬的地板上